上期我们讲了美国由肯德基赞助的太空小鸡实验 虽然名字叫做太空小鸡 但其实出生地还是在地球 只不过在出生前上了太空云游了一番而已 真正赶在出生地一栏上写上太空的 是人家隔壁苏联的一只小鸳鸳 苏联人的第一次尝试开始的很早 在1979年的2月25日 就已经将第一批受精的鸳鸳蛋带上礼炮6号了 尽管啥也没有孵出来 但是人家没有灰心 一直在改良设备把实验进行下去 直到1990年的3月3日 DNP鸳鸳蛋被无人货运飞船 送上了和平号空间站 指挥官索罗维约夫 当时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这次肯定成了 果不其然 到了3月22日孵化的第17天 第一只小鸳鸳蛋就准时赚了出来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公民 这样的公民陆陆续续又诞生了7个 苏联的太空美食梦 终于做成了 是的 虽然管这些小鸳鸳是太空公民 但他们哪有公民的权利 一上来就是被挑中成为太空 可持续食物来源的候选者的 但是在他们自己成为食物前 必须要吃上足够的其他食物才行的 这就难了 在微重力的环境下 他们完全就无法自己进食 太空人只能像是照料一个小婴儿一般 每过一个小时就定时定点耐心的给他喂上食物 这样难免就日久深情嘛 你一把鼻涕一把泪好不容易拉车长大的小安春 还舍得吃吗 这个怎么办才好呢 大家可以详急详吗